第五十九章 正如唐三所说 之前赵无极并没有用出自己的魂力 在朱主卿寻找他力量最弱出击之前 甚至都没想过要五魂附体 对于他这样一名七十六级的魂圣来说 几个二十几级的大魂师实在是太弱小了 他只是向这些孩子们玩玩活动活动身体而已 可是大魂往往要付出代价 正是因为他的轻敌 再加上唐三三人在宁荣荣七宝琉璃塔增幅之下 实力都超过了三十几的程度 还有他们那未经练习就达到的完美配合 顿时让这位不动名王吃了亏了 赵无极拍了拍头上的土 没好气的说 真的讲的是八十岁老娘 倒崩的孩儿 看来不和你们几个认真点是不行的 小白你笑什么笑 明天找我来上实战课 正在一旁看着赵无极灰头土脸样子的戴木白 原本在偷笑 此时听了赵无极的话 却再也笑不出来了 孩子们来吧 我们继续 赵无极迈开大步 直奔唐三和小五的方向走来 之前两人默契的配合 可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唐三低喝一声 小五 流行人捶 小五脚尖在唐三肩头一点 再次飞扑而出 只不过这一次 他不再是手在前 而是变成了小在前 直奔赵无极头部提去 与此同时 树石跟蓝阴草 同时从唐三身体周围激荡而出 从不同方向朝赵无极缠去 赵无极抬手就向小五排去 可谁知道 小五的身体还未到他面前 却突然改变了方向 他这一掌自然也就拍空了 小五从侧面掠过 一脚就踢在赵无极的肩头部 原来 所谓的流行人锤 就是暗计流行锤的一个翻版 听见着蓝阴草的缠绕 唐三控制着小五的身体 在空中灵活的动作 发动攻击 可惜 他们面对的赵无极防御力实在太强横了 尽管他在闪避方面没什么特色 但是 想要打动他的身体 可是不容易的 普通暗器分为四大类 手制 击射 锁记 咬喷 像流行锤 红绒套索 飞爪 这些都属于锁记 虽然少了其他种类暗器的鬼秘 但是攻击威力和特殊效果却也是其他暗器无法拥有的 赵无极也被这一脚踢得一愣 宗黄的眼眸中终于流露出了几分认真之色 这几个孩子以后都会成为他的学生 要是再这样让他们发挥下去 自己的脸都丢尽了 以后还怎么教导他们呢 朱祝卿可是没闲着 眼看赵无极找唐三二人冲去 他身上附加的两个黄色魂环也同时亮了起来 一蓝一绿 两只眼眸中 瞳孔骤然数 悄无声息地加速前冲 身体瞬间腾空 整个人在魂力的包裹之下 在空中团起 急速旋转 到赵无极方向冲去 他那团起的真影之中 只见爪影纷纷 正是他的第二魂环技 幽冥白转 凭借着身体的急速旋转 和猫爪尖锐穿透性的攻击力 在极短的时间内 向敌人攻击出上百字攻击 并且是攻击同一位置 威力极其精神 赵无极被小五一脚踢中的时候 也正是竹竹青的幽冥白爪 撞击在他后背的一刻 幽冥白爪就像是一个 急速旋转中的锯齿齿轮 飞快地切割着赵无极的后背 一声怒吼 骤然响起 赵无极眼中寒光大放 双拳骤然钻起 身上七个魂环之中 第一个黄色魂环瞬间亮了起来 强烈的金光 几乎在一瞬间爆发 伸展牛鸣白爪的猪竹青 顿时被弹飞了起来 在空中发出一声惨哼 戴木崴速度奇快 出现在他下落的位置 一把将他接在自己的怀中 却发现猪竹青已经被震晕过去了 就连双臂也已经脱臼了 同时遭殃的还有小五 一脚踢中赵无极 身体刚被唐三的蓝阴草带起 赵无极的攻击就发动了 唐三身上飞出的蓝阴草 也正好在此时 缠绕上赵无极的身体 在那强烈的金光之中 这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无用功 小五虽然没有像猪竹青那样 近距离接触 但也被震得飞了起来 唐三的蓝阴草 不论是近身还是没有近身的 凡是在赵无极身体周围三米之内的 全部被反弹而回 近身的更是根根破色 三声闷哼几乎是同时响起 瘦创最大的是猪竹青 其次就是小五了 剧烈的震荡力 令小五在空中就喷出一口鲜血 全身一阵酸麻 直接被蓝阴草带着 跌入唐三的怀中 唐三虽然受创最轻 只是在蓝阴草牵引之下 被震得无内如焚 但是小五的受伤却令他再也无法保持冷静 赵无极施展的 正是他的第一魂环技能 不动冥王身 尽管那只是一个百年魂环 但同样的魂技 以不同的魂力用出 效果也是不同的 凭借着76级的魂力 这个百年魂环赋予的技能 起到了足够的效果 攻防一体 立刻就破了唐三三人的合计 这就是实力 魂胜真正的实力 宁荣荣也是心中大吉 此时那根香才刚烧过了一半 可他的七宝琉璃塔 是附加各种辅助属性 却并不包括治疗 他只有两个魂环 附加的效果也只能那么多了 再着急也没用 赵无极的速度突然变得快了起来 似乎只是一步 来到唐三的面前 巨大的手掌举了枪 身上第二魂环同时亮起 哈哈大笑一声 手掌在魂环的注入之下 瞬间变成了金色 体积增大一倍 直接朝着唐三拍了 小五此时还在唐三怀中 唐三自然不能让他 替自己挡住这一场 赶忙将他扯开 但就是这简单的动作 却令他失去了躲闪的机会 就在这个时候 小五身上的第二魂环 却亮了起来 他的双眼突然变成血红色 直攻勾的注视向赵无极 赵无极只觉得 大脑中一阵乏鱼 吃惊之下 这一掌拍下去 自然也就变得缓慢了 魂力也削弱大半 眼中金光大放 好 居然有迷惑了一段魂迹 小五眼中的红光 与赵无极眼中的金光一对 顿时哼都没哼出一声 直接昏倒在唐三怀中 口鼻同时一起 唐三几乎下意识 借助这一缓和的机会 脚踏鬼影迷踪 玻璃出了赵无极的攻击范围 赵无极那一掌 也并没有真的拍下 他并没有想伤害这些孩子 唐三 小五极的叫了几声 小五 小五 赶忙将玄天宫内里 输入小五体内 可小五却一点动静都没有 赵无极并没有再次追击 站在那里 还没事 迷魂类魂计的效果虽好 但他的魂力和我相差太大了 受他自身魂力反噬 自然也只能是这个结果 就像你那蓝银草上附带的毒性 也对我无效一样 让他睡一晚 明天醒来就会恢复了 目光转向宁荣荣 赵无极微笑说道 不用我再出手了吧 七宝琉璃宗的小丫头 你们输了 你们几个还是太差了 连我一炷香的时间都挡不住 这就是实力的差距 怀抱着柔软如棉的小五 唐三缓缓抬起头 他的黑眸中 没有任何的情感 却十分神髓 他抱着小五 缓缓转身 走到宁荣荣面前 能不能麻烦你 先帮我照顾小五一会儿 宁荣荣愣了一下 收起了自己的七宝琉璃塔武魂 将小五接入怀中 虽然他的武魂是辅助性的 但魂师都有魂力 身体自然比普通人强得多 抱着小五一个女孩子 并不算什么 将小五交给宁荣荣荣 将三转身朝着赵无极走了过来 第六十章 赵无极愣了一下 怎么 你还想继续吗 恐怕你连我一次攻击都接不下来 我的第二魂环技 大力金刚掌 可不是那么好当 赵无极当然不会因为 那根香没有烧完 就拒绝了眼前这四个孩子 加入史莱克学院 事实恰好相反 这几个孩子所展现出的实力 令他大为惊喜 不但每一个的实力都有特色 而且没有在一起练习过的前提之下 居然能够配合得如此默契 未来前途不可限量 和学院仅有的三名学员相比 只强不弱 他之所以最后说的话 说得刻薄一点 是不希望这些孩子 因为自身的天分 而产生交金之气 而以前史莱克学院 并不是没有因为自身骄傲 而导致后来实力进步缓慢的例子 赵无极可不希望 眼前这几个豪苗子走歪路 只是他没想到 唐三竟然会走回来 但是这份勇气就已经令赵无极大为欣赏 唐三摇里摇头就说 我并不是要和您继续眼前的考试 赵无极有些失望地说 那这么说 也是认输了 唐三又摇里摇头 不 我希望能和您认真地打一场 一切重新开始 请您再点燃一根箱 如果我坚持过一炷香的时间 那么 请您允许我们四人 同时进入史莱克学院 赵无极似笑非笑地看着唐三 那如果你没能坚持 别忘了 刚才你们四个一起上 最终还是输了 唐三可以替自己做决定 甚至可以替小五做眼前的决定 但他却不能代替另外两个人 扭头看向宁荣荣和朱朱青 此时朱朱青脱臼的手臂 已经被戴母白接上 人也清醒过来了 只是气息微弱 虽然不想留在戴母白的怀中 可他现在已经没有了气身之力 宁荣荣向唐三微微一笑说 唐三我们是战友 从小爸爸就教导我 不能抛弃战友 大不了我们一起走就是了 反正我们已经输了测试 帝都的学院肯定不会拒绝我们 唐三在看向朱朱青 朱朱青似乎没有了说话的力气 但却强撑着自己的身体 向唐三点了一下头 尽管今天才是第一次见面 但伙伴的信任 却像是赋予了唐三无与伦比的力量 转过身 再次面对赵无极 如果我败了 那么 我们就一起离开 赵无极看着眼前这几个孩子 越看越喜欢 哈哈大笑道 好 好 那就让我看看 你还隐藏了什么力量 来抵挡住我的进攻 如你所愿 第三根香再次点燃 插到一旁的地面上 唐三双脚不叮不扒地站在那里 全身功力缓缓地凝聚 到了这个时候 他已经没有隐藏自己实力的打算了 小五受伤昏迷 对他的情绪产生了极大的刺激 内心中更是充满了自责 作为一个没有保护好妹妹的哥哥 如果不能替妹妹找回公道 那他还凭什么接受哥哥这个称呼 宁荣荣朱祝卿 虽然是第一次见面 但他们的信任令唐三决定 让他们看到自己真正的力量 至于戴木白 不知道为什么 对于那个比自己魂力还要强大的青年 唐三一直都有一种信任的感觉 唐三还深深记得 玄天保禄总缸中的一句话 永远不要试图伴猪吃老虎 否则很容易真的变成猪的 现在他才完全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如果刚才他们面对的 不是史莱克学院的老师 而是敌人 那么小五恐怕就很难幸免了 而自己真正的绝招还没有出手 岂不是要后悔终生了 所以唐三决定不再隐藏 他也想通过眼前这位不动冥王赵无极 来看看自己的实力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 没有了青宝琉璃塔附加的力量和速度 唐三明显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略微沉重了一下 双臂微微抖动着 让自己的身体尽快适应现在的状态 同时他的双手已经渐渐变成白色 银白如玉 食指之间似乎有着淡淡的气流在流转着 头微低着 令对手看不到自己已经完全变成紫色的双眼 赵无极明显感觉到唐三身上的气息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明明魂力并没有因此而增强 但不知道为什么赵无极魂胜级别的实力令他感觉到了几分危险 一个二十九级的孩子竟然会让自己有危险的感觉 赵无极有些不相信 随动起自己第一魂环技不动冥王身 大步朝唐三走去 他的速度并不快 但步伐却极为的沉稳 每踏前一步 地面都会微微的颤抖一下 赵老师 小心了 唐三突然猛的抬起头 眼眸中紫光助眼强盛起来 看到他那双紫色的双眸 赵无极顿时被吓了一跳 脚下步伐也缓了一缓 毕竟凭借眼神的迷惑性攻击 是魂技中最难抵挡的一种 之前对上小五的时候 他就险些吃亏 但是很快赵无极就发现 唐三眼中的紫光 并没有任何的攻击作用 而就在他这一缓之间 唐三下垂的双手 在腰间两旁飘然抬起 十道寒光 在唐三双手十指精勉之中 迸发而出 分别设想赵无极的双眼双肩 咽喉心脏双膝下体 以及小腹 十道寒芒攻击的位置 竟然没有一处是相同的 而且选的全是要害 刺耳的破空声 令赵无极吓了一跳 在他所有能力之中 敏捷是他最不擅长的一种 五魂附体之后 他的速度虽然有所增加 但是因为体型巨大 又加上自身防御力惊人 他在面对对手时 一般也会选择硬碰硬的方式 面对突如其来 又极其精准的十道寒光 赵无极反应很快 一双熊掌一上一下 上面挡住自己的眼睛 下面挡住下体 低呼一声 全身魂力迸放而出 将不动冥王身全力推动起来 唐三在射出十道寒光之后 身体却并没有丝毫停留 脚踏鬼影迷踪 飞快地向后退 石生报名几乎同时相同 十道寒光都刺中赵无极的身体 但是在强横的金光之中 全部被反弹而回 并没有对赵无极造成任何的伤害 唐三心中暗暗吃惊 要知道 他射出的是十根透骨钉 在小星暗器中 透骨钉的重量算是大的一种 再加上他的内力催动 以及透骨钉的穿透特性 竟然也没能给赵无极 带来一丝伤害 可见赵无极的防御 到底有多么的强横 戴木白说 他毫无破绽 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身形一转 又只是一道寒光率出 毫无破绽 唐三眼中闪过一丝寒芒 所谓的毫无破绽 其实全身都是破绽 只有破其一点 才是自己的机会所在 后退之中 只见唐三的双手 如穿花蝴蝶一般 在身前或甩或弹 一道剑一道寒光 不断地从他手中射出 专长赵无极身上要害位置下手 赵无极心中的吃惊 比唐三还要大 这样的对手 他还是第一次遇到 如果双方实力相等的话 他知道自己已经输了 唐三射出的暗器 不但精准准确 而且同时攻击许多不同的位置 闪躲起来极尾的困难 柳叶刀 飞黄石 金钱镖 透骨钉 各种各样的暗器 在唐三的漫天花语手法中绽放 有直飞的 有斜飞的 有绕到背后的 但最终目的却只有一个 那就是赵无极的身体 赵无极清晰地感觉到 这些暗器的穿透性极强 如果不全力运转 不动冥王身 就连自己都很可能伤在其中 不过 经过快速的接触 赵无极也自认为 摸清了唐三这暗器的攻击力 全身闪耀着不动冥王身的金光 大步朝唐三冲了过来 眼看着赵无极的身体 朝自己冲过来 那巨大的大力金刚掌又举了枪 他丰毫没有慌乱 脚下一变 飞快后退着 蓝银草却已经飘然蔓延 阻挡在赵无极前进道路面前 前任的蓝银草 虽然不足以阻挡赵无极 但拖延片刻还是能够做到的 无所不在的缠绕 每一次都只是一根蓝银草 绊住赵无极的脚 既减缓了它的速度 又尽可能地节省自己的内力 凭借着蓝银草和鬼影迷族 唐三的绝对速度虽然不如赵无极 但是赵无极却就是追不上 大力金刚掌几次拍到库处 而唐三在射出第一轮暗器之后 也并没有再继续以暗器攻击 就在场中游走 躲闪着赵无极的攻击 唐三之所以要求自己一个人和赵无极对战 一个是因为怕暗器误伤到其他人 另一个也是因为一个人的躲闪空间更大 也没有任何的顾忌 此时在周围观战的几人 眼睛都有些直了 尤其是在唐三身上不断废出暗器那段时间 他们心中都是充满了惊奇 不论是朱竹青和宁荣荣 还是戴木白 心中都不禁暗暗发冷 他们发现如果换作自己是赵无极 或许早已经中招了 唐三的暗器千奇百怪 飞行路线又极为诡异 想要躲闪实在是太难了 即使是出身七宝琉璃宗 见多诗广的宁荣荣也不知道 他这些暗器是属于哪一个家族的攻击方式 但却完全能够感觉到这些暗器的强大 相不知不觉地燃烧着 就这么一会儿已经燃烧下去三分之一的长度了 追逐唐三的赵无极突然停下了几步 小骂着 好你个小猴子 还真够滑溜 想要这样拖延到时间吗 可没那么容易 第三昏环剂 重力增强 赵无极身上的第三个昏环 紫色的千年昏环骤然放大 但并不是将能力注入他体内 而是飘然向下 直接涌入地面之中 骤然间 唐三只感觉自己的双脚 仿佛陷入泥沼之中一般 身体骤然变得沉重起来 仿佛是自己的体重 直接增加了一倍似的 而赵无极却明显没有受到影响 大踏步地朝他冲 眼中带着淡淡的笑意 似乎是在说 这次我看你还往哪里跑 好强悍的温截 在重力的作用之下 唐三的速度明显降低 尽管鬼影迷宗部足够精妙 但在重力的影响之下 再闪避赵无极的攻击 已经有些脱心见肘了 几次都显之又显地 避过了赵无极的大理金刚掌 赵无极瞥了一眼 一旁燃烧的香 香已经快烧到一半的位置了 他心中也不禁有些焦急起来 我一个堂堂不动冥王 对付一个才十二岁的孩子 竟是如此费劲 这传到其他老师耳中 竟是要成为他们的小料 这孩子是收定 不过 这场考试 也应该是结束的时候了 想到这时候 赵无极身上第四魂环又亮了起来 紫光闪耀令人惊奇的时候 赵无极身上的第四个魂环竟然飞了出去 就像长了眼睛一般 追上了唐三的身体 直接套在了他的身上 这是什么意思 唐三心中一脸 但是那紫色千年光环套在他的身上之后 却并没有带给他任何不适的感觉 赵无极哈哈一笑 是该结束的时候了 能逼我用出四个魂环 你有被录取的资格 花音一落 他那粗壮的双腿骤然用力 整个人从地面上跳了起来 唐三赶忙转移自己的位置 但是他却吃惊地发现 跳起在空中的赵无极 竟然随着他的移动而转向 依旧朝着他的方向落来 他并不知道 这就是赵无极的第四魂环技能 定位追踪 一旦被他的第四魂环锁定 那么在百米之内 他都可以凭借跳跃之力 瞬间拉近距离 这个技能对于 其他修炼方式的魂师来说 或许没什么用 但是对于力量性的赵无极来说 就是再好用不过了 凭借定位追踪 瞬间拉近自己和对手之间的距离 他的力量和攻击 就有了最大的发展空间 为了尽快结束战斗 他才用出了自己的这个技能 唐三眼中寒光大放 看来自己的计划 只能提前了 眼看无法躲过赵无极下腹的身体 他索性不再闪躲 眼看着赵无极朝自己落 立刻发动自己第二魂环技能 寄生 在之前蓝阴草阻挡赵无极前进的时候 寄生的种子就已经悄悄隐藏在赵无极的身上 此时骤然发动 突然出现的蓝阴草顿时将空中的赵无极缠了个切身 唐三选择发动寄生的时机恰到好处 正好在赵无极即将落地前的一瞬间 这样一来 赵无极就无法在落地之后第一时间向他发动攻击了 唐三双手同时抬起 只听铮铮之声不断的响起 六道寒芒从他衣袖之中喷吐而出 强劲的奴剑带起刺耳过空手 直奔赵无极脸上手 赵无极虽然防御力强横 但这突然出现了强劲奴剑 还是吓了他一跳 不动冥王身瞬间发动 砰一声巨响 在金光扩散之中 不但正途了蓝阴草的树木 也将射向自己的六根奴剑震飞了 唐三最擅长的是什么 至少到目前为止 绝不是守智类暗器 而是他前世研究一生的击阔类暗器 突然的弩剑吓出了赵无极一身冷汗 他的不动冥王身虽然将弩剑震飞了 但是弩剑的冲击力却挂到他脸上一阵生疼 可见弩剑的力量又多么的强了 空格星龙同时涌出 借助赵无极不动冥王身发动的冲击力 唐三身体再次后跃 躲开了赵无极虚空拍下来的一巴掌 双臂内收 胸肌闻起 一支嗡嗡之声 顿时从唐三胸口处响起 一封寒光闪闪的钢针 带着一股浓雾 从唐三胸口的位置处喷吐而出 正好迎上了扑击的赵无极 唐三也算是一代激活类暗器大师 他所制造的激活类暗器 可是不需要什么开关 凭借肌肉收缩就可以启动 令人防补胜防 带着茶香的雾气 令赵无极脑海中一阵炫愈 不动冥王身的防御自然是下降了半分 也就在这一刻 赵无极清晰的感觉到胸前一阵疼痛 低头看时 骇然发现唐三胸前射出的那一封钢针 竟然穿透了他那不动冥王身的防御 全部刺在了他的胸口上 麻痹的剧痛的感觉 瞬间通过神经传入赵无极大脑之中 有毒 赵无极心中大吃一惊 赶忙再次催动自己的不动冥王身 强行将钢针震出体外 但是毒素却已经顺着呼吸和血液的双重作用之下 传入他体内 唐门可不只有暗器 唐门的毒同样是一句 尽管唐三这几年并没有什么机会收集毒 但当初那条曼陀罗蛇 他可是没有浪费的 从曼陀罗蛇毒牙中提取的毒素 被他用在胸口这件暗器之上 在关键时刻 发挥出了最大的作用 他胸口这件暗器 也是他身上为数不多的几种 能够破护身钢器的暗器之一 名叫寒沙射影 当然 赵无极的不动冥王身防御力太强了 寒沙射影射出的64根钢针 只能是勉强刺破他的皮肤而已 但这样却已经足够了 曼陀罗蛇的毒素 虽然不足以令赵无极失去抵抗能力 但是却会令他必须分出一部分魂力 来阻止毒素的蔓延 这就给了唐三更大的喘息时间 不过赵无极身形的停顿 却并没有让唐三继续逃脱 他反而迎着赵无极冲了上来 食指同时弹触 使到细微的金光在空中一闪而逝 如果不仔细看 甚至无法发现他们的存在 作为暗器高手 把握发射暗器的时机自然是极为重要的 唐三无疑做到了这一点 他选的时间 正好又是赵无极刚刚推动不动冥王身 将身上钢针震出防御力薄弱的片刻 凭借着子机魔童的洞察 唐三不仅能够看清楚对手的每一个动作 甚至能够看到赵无极身体周围魂力的波动强弱 否则他又怎么能如此恰到好处地 寻觅到对手的破绽 这才是子机魔童最大的作用 十道金色豪光 强行穿透了不动冥王身的防御 悄然印在了赵无极的身体 钻了进去 赵无极之感觉 身上竖出剧动同时传来 以他神经的强韧 也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疼得全身一阵静患 你 赵无极有些愤怒 嘴里发出一声低吼 第五魂魂 那闪烁着深邃黑色的魂魂 骤然亮了起 强烈的怒吼声 令整个史莱克学院为之颤抖 唐三直觉 四面八方同时传来巨大的压力 自己的身体不受控制地 朝着赵无极方向重去 从身体周围传来的压力 似乎要将自己的身体挤碎 这股力量已经不是他所能抗航的 赵无极大力金刚 雄武魂第五魂技 重力启压 唐三就这么屈服了 当然 他猛的一低头 伴随一声大帮脆血 一根长达七寸的弩箭 让他背后重燃射出 直奔赵无极怒吼的大嘴射去 在自身已经被对方控制的情况之下 还能如此保持精准 令人叹为观止 紧背花装弩 中型弩箭 以背部肌肉控制发射 只有一击 但因弩箭体积大 饥簧弹力足 破坏力在机阔类案器中 属于极为强劲的 远不是锈箭能够比拟 同时唐三的双脚不磕 脚尖处各探出 长约三寸的利刃 一脚踢飞向赵无极的咽喉 另一脚则巧一声息的 踢向下面的腰海 在如此劣势的情况之下 他依旧能说出 如此攻击反应 绝对算得上是恐怖了 紧背花装弩的弹射速度 极快无比 赵无极甚至连手都来不及抬起来 不动冥王身的防御 就被强劲的弩箭穿过 直奔他嘴的方向射来 危机之中 赵无极显示出了 浑胜强大的实战经验 毫不慌乱 牙齿合鲁 正好将紧背花装弩 咬在口中 紧背花装弩的冲击力极为强横 赵无极虽然把它咬住了 但是牙齿也是被震得一阵松动 同时一股香甜 从弩箭柱传入口中 弄得他顿时脑海中一阵眩晕 紧背花装弩只有一个 赵无极又怎么可能 不在这上面做点文章呢 弩箭中空 里面储存有少量的曼陀罗蛇的毒液 一旦箭身钻入敌方身体受到挤压 毒液就会立刻弹出 此时虽然弩箭没有刺入赵无极的身体 但赵无极的牙齿也给出足够的挤压作用 这一口毒液也自然毫不客气地送给了他 赵无极一口将弩箭吐掉 同时双手上当杀开 跨起了唐三的双脚攻击 此时唐三已经被挤压到他的面前 赵无极怒吼了一声 你是辱吃味的吗 不过因为嘴里吃了一口曼陀罗蛇的毒素 舌头有点麻痹了 说话都有些口齿不清 也说来到史莱克学院之后 就算是以前在魂尸界混的时候 他也没吃过这么大的亏 一时间眼中胸光闪烁就要发作 不过唐三的攻击还没有完全结束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左手中突然出现了一点锤子 漆黑漆黑的小锤子 在赵无极挡住双腿之后 左手一锤就朝着赵无极脸上 撒了过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如果喜欢本书 请加入订阅 方便下次继续收听